哈囉大家好我是羽羊 今天是台北國際電腦展開始的前一天 所以有些廠商在桌上就開了展示了 那九州風神是在精華酒店展示 所以就先跑過來了 首先可以看到的是新系列的塔扇冰立方系列 然後分別有大小尺寸 都是使用AK系列的塔體 那也有分了很多的大小 並且這次主要的特色就是在上方增加了一個 可以顯示處理器溫度的面板 那也在體積比較大的雙風扇款式部分 有設計磁吸的蓋板方式 來讓安裝的體驗可以提升 型號分別為AK400、AK500S、AK500速顯、AK620速顯 那比較可惜的是AK500S台灣不會上市 那另外一款比較特別的塔扇叫做阿薩星 那它其實在很多設計有跟其他塔扇不同之處 例如有很多塔扇都會因為體積的關係 所以會擋到記憶體 那這次九州風神他們有為了這個問題 所以將抽風的風扇與吸風的風扇往後移 並且透過特殊的設計讓安裝的方便性且外觀不受影響之外 還有可變動的風扇轉速設計 並且會搭配燈光做顯示 那這款一樣有黑白色可以選 目前售價為109美金 接下來九州風神這邊也有展示出全新的420水冷 那除了冷排有特殊的防弱設計之外 在順冷頭裝飾的部分也透過磁吸的方式做裁寫 讓安裝的體驗可以提升 並且可以解決LOGO沒有朝正面的問題 那聽官方說這次的肉翼寶固給到了6年 然後很意味的是這次九州風神也有發表新款的電弓 分別為1000與1300瓦的白金盤認證全模組設計的電弓 那接下來旁邊的部分有九州風神這次新出的機殼Mobius 那它可能是我目前看過自由度最高的機殼了 那在安裝的方式官方就給了4種的配法 那聽說未來還有很多的安裝方式 在未來等待著玩家們發揮創意 並且每個面板都是可以完全拆卸下來的 那這款機殼一樣有黑白兩色 那在這之外 這次的機殼一樣有設計可以顯示處理器 顯示卡的溫度與風扇轉速 那連接的方式為主機板上的USB2.0 然後我也有問到他們對於USB2.0 插槽的數量減少有什麼應對方式 那他們目前說 未來可能會開放1對2或是更多的整合器 來解決USB2.0不夠的問題 那以上就是今天 九州風神在進化酒店展示的內容 那接下來還有更多Countest的內容可以去看 那也歡迎大家訂閱我的頻道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訂閱按讚分享 底下我的IG、Discord還有Twitch 我每週晚上五六十一點準時開直播 我是羽羊我們下支影片見 掰掰 就可以找到其他人 一個會 Teen 還慢 下支影片 可以製造人